18歲男輕生 詹喬瑜救援感嘆 近視心碎結果 我們大概要背著男生超過30公斤以上 女生超過25公斤以上 走6天的探勘 那你要自己拿地圖 拿指揮針去開路 那那種痛苦的過程 其實反而讓自己更覺得自己的不足 台灣正被登山家詹喬瑜 在今年5月登上海拔 8848公尺的聖母峰 外表嬌小秀氣 但卻能在兩年內 接連宮頂4座海拔8千公尺的高山 也讓人不禁佩服 本身也是異笑的他 今天在臉書發文 說昨晚突然收到派遣 第一次走進這大台北地區 重要的集水水庫 就被如此的美景震撼 只是沒有想到 在這裡找到的 是令家屬心碎的結果 那我就會覺得說 當今天我有這樣的技能之後 如果說我可以用在回饋社會上面的話 那當然就是如果能夠直接把我的技能用在 這個部分然後去幫助相同領域也是一樣愛好登山 這些登山者的話那不是很好嗎 他本說沒有什麼事過不去 人生再苦就這麼長 總有一天會到終點 多洗腦你我身邊的親友告訴他們 沒有必要提早放棄 正面言論也讓網友大讚 但凡事只要堅持下去 總會從一片黑暗當中看見陽光 突發中心最後報道